花蓮縣文化局興建圖書館統包工程 經過兩階段評選之後結果出爐 花蓮縣政府爭取教育部花東基金補助和縣府智酬款之後 將要斥支約8.5億元在原址興建四層榮高 規模三倍大的嶄新圖書館 預計在2026年可以完工 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使用至今已近40年 設施老舊且地板面積不符合縣級圖書館標準 經選址、爭取經費及招標等過程 12日公布新館樣貌 結合回蘭縱古及碟石等三種元素 新館更是圓館的三倍 施地下一層、地上四層面積為13000平方公尺的建築物 並新設多功能展演室、委外營運空間等 總工程經費近8.5億元 預計2026年完工 從104年 花蓮縣政府文化局在陳淑美局長的首上任內 爭取了這個教育部整個東部圖書館總圖的一個經費 來建置我們嶄新的圖書館 8.5億可能在西部、在台北、新北、桃園 雖然是一個芝麻籽的建設或者一點點的錢 但是在花東地區是一個大大的錢 我們怎樣把這個錢能夠好好的運用在刀口上 讓它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所以在這裡我要謝謝我們這次德標的林建築師 我想這充滿了智慧還有充滿了考驗 一千兩百日以後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嶄新 而且一個嶄新 然後另外適宜讓所有人 共創所有人的人生的美好在這裡 新建圖書館工程7月公開招標卻流標 再次招標最後有林周明建築師事務所 中冠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及聚全營造公司 組成的同胞團隊得標 花蓮我們想的是把回蘭、縱谷、蝶石三個元素 納入這個圖書館的設計 什麼叫回蘭?它就是河海交流 什麼叫縱谷?它是花蓮的精神 蝶石又是花蓮的海岸 所以我們圖書館的南邊、北邊 所有的從營運、圖書館、典藏、行政空間 就像兩若疊石一樣疊在一起 疊的時候有南北、東西交錯 創造了陰影、立面的表情 以及遮陽的效果 那是蝶石 縱谷談的是花蓮的地勢 所以我們進到圖書館最重要的印象 是花蓮的縱谷 回蘭可以說是抽象的河海交界 但是換成圖書館 那就叫做人跟知識的交流 未方便讀者文化局在圖書館旁 演藝堂設置臨時圖書館 明年一月開館 舊館降於十二月全面封館 記者蔣幫彥 華蓮詩報導 我們分享一下 策略 和策略 工具 工具 工具